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把很多理性派的一些想法 一些理论都分门别类 都进行归类 进行阐述等等 他也研究了这个实践性人士智慧 就是在康德这里提到的 所以康德这里就说了 虽然沃尔夫他写了那个实践性人士智慧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能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 那为什么呢 康德下面继续说 正因为他据说是一种普遍的实践性人士智慧 他所要考察的就不是任何一种特殊种类的意志 比如一种不需任何经验性的动因 完全先天原则所规定 人们可以称之为纯粹意志的意志 而是一般的意愿 以及在这种普遍意义上归之于他的所有的行动和条件 这个意思就是说 虽然沃尔夫他所研究的是实践性人士智慧 并且他在这种实践性人士智慧当中 他研究的是一种普遍的实践人类智慧 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意志 沃尔夫对人类的意志的研究 他不会去考虑这个意志是先天的还是经验的 不管这些东西 他只要是在任何的条件下 或者人类的任何的行动当中 都会普遍具有的这种一般的意愿 就是人类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 各种不同的条件 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的时候 不管他是先天的还是经验的 那么对于人类来说 他的这个最普遍的一般的意愿 他的最普遍的意志是什么 这是沃尔夫他所研究的东西 所以说沃尔夫所研究的只不过是人类的一般意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他可以把它归结成一种普遍意义上的 一种普遍的人类的意志 但是康德在这里也提到了 康德所要研究的 他不是所谓的这种普遍的人类的这种意志 因为康德在这里研究的 他是要摆脱一切经验的 研究人类的纯粹意志 这就相当于是说 沃尔夫所研究的就是 当人类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 当人类面对某一些 比方说条件下 或者说是其他条件下 各种不同条件下 那么人们通常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愿 人们通常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人们通常的意志将会去如何去行使 就是去规定他们的行为 去行使他们的意志 这是沃尔夫所研究的 而康德所要研究的 是说当我们摆脱掉一切经验的时候 当我们摆脱掉一些现象世界里面的 所有东西的时候 纯粹研究人类的这个意志的时候 那么人类的意志是什么样子的 他有什么特征 他有什么特点 以及他如何去规定我们的行动 康德研究是这个东西 所以康德接下去就说了 并且他由此区别于 道德行而上学 这里就说的就是 沃尔夫的他的这个道德哲学 他的这个普遍的实践性人事智慧 他由此是区别于道德行而上学的 正如普遍逻辑区别于鲜艳哲学一样 在两者之中 普遍逻辑阐明一般思维的活动和规则 鲜艳哲学则只是 产明纯粹思维的特殊活动和规则 也就是通过这种纯粹思维 对象得以完全先天的被认识 康德这里就说到了 这个沃尔夫的道德哲学是区别于 康德目前所要研究的道德行而上学的 而且他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例子 他的例子当中 他是拿普遍逻辑和鲜艳哲学做比较 那什么是普遍逻辑 我前面在的视频当中都已经提到过了 当我们去这里就是形式逻辑 在我前面的视频当中说到过了 就是说形式逻辑研究的 或者说是普遍逻辑研究的 只是一般的思维活动规律 或者说是一般的思维活动和规则 也就是说你平时 不管是思考任何东西 不管是碰到什么事情 或者说是思考什么问题 你都是用 都是不可避免的要使用形式逻辑 没有形式逻辑 你根本连思维都不可能形成 人类只要思维 只要活动 只要去判断事物 只要去思考问题 都会用到形式逻辑 都会用到这个普遍的逻辑 但是呢 康德所要研究的是鲜艳哲学 在鲜艳哲学当中 康德提出了一套逻辑 被称之为是鲜艳逻辑 那这个鲜艳哲学和鲜艳逻辑 他所要研究的就是 纯粹思维的特殊活动和规则 那也就是说 假设你是在所有的活动当中 是能够用形式逻辑和 普遍逻辑思考问题的 但是如果现在我让你把 所有的经验全部去掉 所有的这种现象界东西 全部去掉 那形式逻辑能不能用呢 或者普遍逻辑能不能用呢 当然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真正的研究出 纯粹思维 它的这个特殊活动 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规则 有什么规律的话 那么你单用这种普遍逻辑和 形式逻辑显然是太宽繁了 显然不能完全的突出这个 纯粹思维和 纯粹思维的特殊活动和规律 这里我再额外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在 在学习数学的时候 有一套是数理逻辑 我们平时在思维 其他事情的时候 也或者说是在 思考这个数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用到形式逻辑 用到普遍逻辑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代数也好 几何也好 或者说是你思考生活当中 其他事物也好 你肯定要用到形式逻辑 但是当我们研究数学的时候 我们还除了这个形式逻辑之外 我们还会建立一套数理逻辑 那么我们在研究一些 特定的数学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这套数理逻辑 这套数理逻辑 它并不违反形式逻辑 但是为了使我们能够 更加好的研究数学 研究代数等等 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过运用这套数学的 这个数理逻辑 使我们的研究 可以更具成果 并能够突出数学 作为这门科学的 这样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和规律 所以说 康德就提出了一种 鲜艳哲学 一种鲜艳逻辑 这种鲜艳哲学和鲜艳逻辑 是专门用来研究 纯粹思维的 它能够把这种纯粹思维 当你摆脱掉一切经验之后 你的这种纯粹思维 它当中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 它到底有什么功能 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以及作为这套纯粹思维 它的这个逻辑形式 是什么样子的 康德是把你这个给研究出来 并且把这个给提出来 并且康德也说了 通过这样的一种纯粹思维 对象得以完全先天的被认识 也就是说 你通过这种纯粹思维的话 你可以认识 你可以通过一种先天的方式 去认识对象 比方说 什么是道德 比方说 什么是一些 就是 什么是美 就是在康德第三批判里面 什么是美 美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在康德的那个第一批判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鲜艳的 在我们知性当中的 所要能够形成的一些认识对象 这些只是通过纯粹思维的这种方式 去先天被认识的一些对象 那么康德接下去就说了 因为道德行而上学 应该研究一种可能的纯粹意志的 理念和原则 而不是一般人类意愿的行动和条件 这些东西绝大部分来自于心理学 意思就是说 沃尔夫所研究的实践性人士智慧 它可以被归类为心理学 就像我们现在的就是 去读什么心理学博士 或者说是考什么心理学的这个学位 学心理学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可以归结为 普遍的实践性人士智慧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 心理学告诉你 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去如何做等等 这些东西只是属于实践人类学 或者说是实践性人士智慧 而康德所研究的不是这些东西 康德所要研究的是 纯粹智慧它有什么规律 它能够产生什么理念 它的内在原则是什么样子 这是康德的研究主题 而且在这里我不得不撇开话题 多说一句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道德 很多心理学家在一些电视栏目当中 都会被邀请上去做一些讲座 或者说是给人们提出一些意见 然后说这件事情在某些情况下 或者你碰到某些情况下 你应该去如何行事 这是心理学家会给出很多建议 包括很多心理学机构电视的很多的一些脱口秀 还有一些什么情感类节目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产生 一些心理学家被邀请上来 但实际上这些心理学家的这些想法 严重的败坏了道德 因为他们是从一种心理学的角度 是从一种实践性人世智慧的角度去思考道德问题的 去给出一些建议的 比方说心理学家会经常说 根据心理学的反应的话 或者心理学研究的话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要使自己变得更加放松 变得更加怎么样 然后才能去更加好的去接收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从真正的道德学书来讲的话 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就会觉得真正的道德体系上来讲的话 就可能会得出一种 即便你内心再痛苦 即便你再无法忍受 即便你有很多的怨言 你也要不断的去坚持这个道德原则和道德底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你不可以因为害怕而退缩 你不可以因为劳累 而于是就觉得偷工减料 做事不认真 你也不可以因为心里面觉得不爽 或者说是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 于是你就说 我在责任上方面是不是能够减轻一点 没有这种道理 从先天的哲学 从鲜艳的道德哲学上来讲的话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也不管你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子 也不管心理学上的一些 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是什么样子 责任就是责任 没有什么其他的道理好讲 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好讲 这往往就是一种先天的道德哲学 所体现出来的东西 它和心理学往往是相矛盾的 所以说我之前在和一些人讨论问题的时候 包括一些回复我的一些网友的 他们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有个别网友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当代心理学家的出现 尤其是他们对道德问题的干涉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这个社会的道德 好的 康德接下去就说了 在普遍的实践性人士智慧中 尽管超出了他的一切权限 也谈及道德法则和义务 但这一点并不反驳我的主张 意思就是说 在实践性人士智慧当中 你能不能谈道德呢 你当然也可以谈 你也可以谈道德法则和义务 但是它实际上是超出了 道德法则和义务的这个权限了 就是说在实践性人士智慧当中 你不是不可以谈道德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谈道德的时候 因为你掺杂了经验在里面 你对道德的 你对道德法则和义务的这些判断 以及你的这些理论 往往在很大程度上 超出了你的这本学科所应有的这个权限 超出了你的这个学科的范围 你越过了这个道德的界限 这就相当于我前面举的那个心理学例子一样的 心理学能不能谈道德 或者说能不能谈一些 人世当中智慧的方面东西 道德方面的法的东西 你谈当然可以谈 但是你往往会不小心就越过了这个界限 超出了你所应该所有的范围 但是尽管你超出了这个范围 它并不能反驳康德的这个主张 也就是说 不管你的这门学科 心理学也好 实践性人士智慧也好 不管你提出多么高深的理论 能够说的多么多么的微微动听 但是这一点完全对康德的这套理论的反驳 不构成任何威胁 你根本不可能反驳康德 为什么呢 康德在下面就说了 因为这门科学的制定者们 在此仍然忠于他们这门学科的理念 他们没有把那些本身完全先天的 仅仅有理性提出来的 真正是道德的动因 与那些经验性的知性 只是通过比较经验 而提升为普遍概念的动因 区分开来 康德在这里说的就很明确了 普遍性人士智慧 或者说是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 他们之所以能够讨论这些问题 是因为他们始终忠于 他们这门科学的理念 他们没有把那些先天的东西 仅仅由理性提出来的东西 作为一种道德动因提出来 而与那些经验性的知性 通过比较经验 而提升为普遍概念的动因 给区分开来 什么叫那些经验性的 知性只是通过比较经验 而提升为普遍概念的动因 这一点我想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实际上理解起来 我觉得应该是挺容易的 就是说我们平时怎么去确认某些动因 或者说是确认某个普遍概念 我是说在经验的当中 在心理学当中 在一些科学的自然科学的范围当中 是怎么去确认这些东西的 我们往往是比较经验 就是说某些东西我们通过研究 通过统计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报告 通过不断的做实验等等 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得出来的一些经验 所得出来的一些普遍的调查报告 还有统计规律 还有一些就是统计学上一些统计结果 还有做很多的一些研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某一些现象 它是普遍的 好像是各种不同的环境下 各种不同条件下 好像每个人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统计所有人 但是至少从经验的角度来讲的话 根据我们的经验 好像这个是通过比较之后 我们会发现好像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于是我们就把它提升为一种普遍的概念 认为它是在人类当中是普遍的 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 去来在这个心理学和实践性人士智慧当中 去建立一种普遍概念 这是康德所要提出的一种不同的意见 康德所认为的是说 道德动因是应该先天提出来的 它不是你通过比较经验 就是我前面说那种比较经验的方式而产生的 它就是一种先天的仅仅由理性提出来的真正的道德动因 它要和那些仅仅由经验和知性通过比较经验 而提升为普遍概念的这个动因区分开来 所以我们经常我再扯开一下话题 就是说科学当中或者说是自然科学当中 心理学当中没有任何真正普遍的东西 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在科学当中 我们只能说据我们的经验为止 或者说是从我们目前所经验到的东西来说 这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和规律 我们没有经验到的东西 我们不能说 所以说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者来说 他只能说迄今为止 我们这个所研究出来的规律没有被打破 是一项普遍的规律 但是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 是不是下一次实验 这个规律还能够被遵守 我们不知道 或者说我们假设它还是被遵守 但是事实情况 是不是这个规律还能够成功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这就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 超出这些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 把某样东西认为绝对必然的 它就是一种有形而上学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 当然这个我有点扯远了 康德接下去说 相反他们不注意这些动因在来源上的差异 而只从其总量的大小上来考察他们 因为所有的动因都被看作是同质的 也就是说 研究心理学 或者研究实践性人事智慧的时候 我们只考虑某一个意志或者某一个动因 它是不是在人类当中被普遍接受的 或者说是被普遍认可的 如果它被普遍接受 被普遍认可的话 那我们就认为 对于人来说 第一它是一个普遍意志 第二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道德意志 大家都是真心认可它的 但是它并不研究这些动因的智的差别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深有体会 或者至少是应该有意识的 就是在我们研究道德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当那些心理学家 或者说是实践性人事智慧的这方面的人 去研究道德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会去区分 道德动因智上面有什么差别 我们只要就是去思考 或者说是只要认识到 它的心地是好的 它的心地是善良的 它的出发的动机是符合我们大多数人 或者说是符合我们人类 对于善良的这样东西的考量 是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这种道德观念 或者说是形成的一种 至少是如果这个道德观念是被我们认可的 是一个的的确确是一个道德观念 好了 只要你的这个动机被我们认为是符合这个道德观念的 你的动机是好的 你的心是好的 你的心地是善良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 你就是有道德的 我们不会去区分 它的这个心地善良 或者说是 它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动机 背后驱动它的那个质的差别是什么 它到底它的这个心地善良和它的这个善良动机是源自于经验呢 还是源自于先天的道德法则 我们不做区分 我们只知道它是善良的 它心地是好的就可以了 这是在研究心理学和普遍人士智慧的过程当中 当涉及到道德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 不去区分 至 只看量 那么康德就接下去说了 他们用这样的办法 形成自己的责任的概念 这个概念当然不折不扣是道德的 也就是说 康德不否定你这样的一种想法 或者说是你这样的一种观念 形成的一种责任的概念 的确确也是可以被称之为道德的 就比方说 我不管你是因为先天的原因所形成的道德 还是说因为后天的一些经验当中的观念 所慢慢形成道德 只要你最终能够帮你形成一个善良的动机 并且你用这个善良的动机去行使你的意志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你是一个道德的人 我不做具体的区分 你这个善良的动机是因什么样的原因所形成的 我们都会把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形成的 这个善良的意志的这样的一种 心地的善良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 从先天的道德法则所形成的善良意志 和后天的经验所形成的善良意志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去看待 但实际上这是有害的 并且也是康德哲学所要反对的 理由我前面的一些视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它败坏了道德的真诚性 败坏了道德的身上所提现出来的一种最高的人类价值 同时使道德失去了绝对必然性 它使得这种道德的崇高价值被大大的降低了 所以康德下面就说 但它毕竟有这样的性状 这种性状只有在一种哲学中才能被要求 这种哲学对于所有可能的实践概念的来源 不认它是先天发生的还是后天发生的 根本不做判断 那么今天的这一段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在下一期的康德哲学 也就是我的哲学栏目再见吧